朝鲜将单方废除朝鲜停战协定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这一行动是为了反击美韩军演 但也有人认为朝鲜是想拉响对战警报 那么朝鲜的这个动作是否表示朝鲜半岛即将重新开战呢 还是另有其他目的 下面请听专家的分析 3月5号朝鲜中央社原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的话说 美国和韩国进行了军事演习 是针对朝鲜停战协定的毁灭性的系统行动 朝鲜决定从3月11号开始完全废除朝鲜停战协定 并将停止朝鲜在百门店的代表部活动 切断美国与朝鲜的军事联络电话 1953年7月27号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以及联合国军在百门店签订关于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 主要的协议包括 1. 确立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区作为缓冲 2. 敌对双方停止敌对行为 撤出非军事区 3. 各方遣返战俘 朝鲜去年年底发射卫星后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制裁决议 朝鲜随后进行第三次地下核实验 对此 美韩等国继续策划对朝制裁 并从3月1号开始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这次军事演习 韩国大约排出20万的军队 而美军排出1万军力 据报道 这次军事演习会持续到4月底结束 而朝鲜宣称退出停战协定 是否表示朝鲜漫岛即将重新开战 时事评论员武凡认为 朝鲜宣称废除停战协定 其实只是一种威胁 而这种威胁已不止一次 那么 朝鲜为什么打出这样的信号弹呢 武凡指出 朝鲜当局为了控制军队 社会和政党 而玩花招把戏 他们制造威胁是想获取利益 武凡指出 金正恩想废除朝鲜停战协定 却涉及中共 这个停战协定就牵涉到中共 你中共要不要废除停战协定啊 因为你是参战者之一啊 并且在这个上面牵的字 所以不是像我刚才 你上次讲 金正恩说废了就废了 如果他正行得动 正要废除了 那他就朝鲜完全不顾中共的立场了 根本不顾你中共的面子和理智了 通通不管你 那他等于是跟中国翻脸了 这个我是他现在很难做到 他没有力量的 今年2月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 依然进行了第三次核实验 外界质疑 对于朝鲜的核技术 设备 核原料从何而来 根据中共核工业部消息人士透露 朝鲜的核技术人员一直在中国接受训练 最尖端的技术都来源于中共 中共实际上控制朝鲜核实验的关键原料和技术 以及尖端技术人员 甚至有些实验都是在中国核基地秘密完成 中共在朝鲜核市上卖什么胡料的文章作者说 朝鲜进行第三次核实验 有人呼吁中共应制裁朝鲜断绝援助 有的人说 朝鲜竟在中国的家门口核实验毒害中国人 中共不对朝鲜制裁太说不过去了 然而中共却文风不动 还放出风声说 中朝边界没有测出核辐射很安全 因此朝鲜这次宣称废除朝鲜停弹协定 是否同样有中共的默许和支持 外界还在进一步观察 中朝鲜的默许和支持